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7月15日 2023年跳水市井赛 正在火热镜当中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温双10米跳台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 张佳琪和王飞龙组合 广场比赛 张佳琪和王飞龙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东道主日本队 最终张佳琪和王飞龙 以总分339.54分 无旋内夺金牌 现在的张佳琪已经19岁了 这个王飞龙现在年龄才只有14岁 虽然也算是以老代心 但是二者也产生出 非常不错的化学环境 比赛克州日本组合 在第一跳的时候 完成的还不错 就是水花有点大炸鱼了 这一跳日本组合 只得到47.40分 而在相同动作上 张佳琪和王飞龙就爆发了 只见张佳琪和王飞龙 不仅上演了神臀部 并且水花也压得非常好 得到了55.80分的高峰 逆转战队第一位 有多位裁判都打出了9.5分的高峰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第二跳中 张佳琪和王飞龙的表现 再次经营了全场 这一跳他们俩再次上演了神臀部 得到了54分的高峰 继续很怕 来到自选顿座 结果在第三跳的107B 向前翻腾三十半取击中 张佳琪和王飞龙又再次爆发了 这一跳不管是顿座臀部 还是露锤 他们俩都做得非常倒位 这一跳他们俩轰出了 81.90分的全场巨高峰 继续可能进入第一个离子 前三轮结束 张佳琪和王飞龙以准分 191.70分位置板准 而日本队落后近27分取代第二位 在第四跳中 张佳琪和王飞龙选用 难度技术3.2的407系 向内翻腾三周半爆锡 结果这一跳 二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失误 这一跳他们俩只得了 72分继续位置板准 在最后一跳中 日本组和动作同步做得还不错 就是露锤的时候 又出现了战雨的现象 这一跳日本队只得了74.88分 而在同样的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去体中 张佳琪和王飞龙虽然出现了动作不同步的形象 但是水化压的还是非常好的 这一跳他们俩顶住了压力得到了75.84分 最终中国队以总分339.50分无选拟独贯 而日本队最后抢到逆转指货的第三名 张佳琪和王飞龙这枚宝贵的金牌 也是中国队在本日跳手四景赛得得的第一枚金牌 在肩负责为中国队酌取手机的重大 张佳琪和王飞龙以他们的完美配合 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了观众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到这 看见领域帅色有我大丑前半 我们下期再会